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引言,夕阳下的洒脱,生命的另一种领悟 人这一辈子,就像四季轮回,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到了晚年,咱就该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不炙热,悠然自得 老了,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一个学会放手,活得更自在的开始 观点一,不和儿女住,不去养老院,自在过日子,给彼此空间 老了,咱更渴望的是心灵的自由,不给孩子们添负担,也不委屈自己 两代人各有各的生活节奏,咱就该像邻居那样,互相照应,又各自安好 独居能让老人保持独立性,减少生活习惯上的摩擦,但也可能面临孤独和安全问题 选择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王道 不抢求同住,也不排斥偶尔的小聚,让爱在适当的距离里生长,既享受天伦之乐,又能保有自己的小天地 观点二,不插管,不进ICU,不因病治贫,健康是福,尊严是金 身体到了岁数,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与其临终前受尽折磨,不如活得有质量 咱要的是生命的尊严,不是无休止的治疗 自然面对生死,减少了痛苦和经济压力,但可能需要家人理解和支持,共同面对这个选择 关键在于提前沟通,达成共识 生命最后的旅程,应当是平静而有尊严的 做好健康管理和预立医疗指示,让家人明白咱的心愿 也是一种爱的体现 观点三,简化身后事,不穿兽衣,不办葬礼 生如下花,是如秋叶 人走了,就别让繁琐的仪式拖累了生者 咱这一辈子,图的就是个实在 身后事也一样,简简单单,轻轻松松,让灵魂安详地离开 简化仪式减轻了家庭负担,体现了生活的质朴,但可能会引起传统观念的争议 中庸之道,在于找到尊重与简化的平衡点 生前多行善,死后少牵挂 咱的告别,不需要华丽的舞台,只需一颗颗真诚的心 让爱在心里延续,比任何仪式都来得真实 观点四,不要墓地,不要骨灰盒,回归自然,身归尘土,心向自由 大地滋养了咱一辈子,最后咱也要回归这片土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树下的一泡土,风中的一粒沙,都是咱最好的归宿 环保而有意义,避免了资源浪费,但可能会让一些亲人感到失落 因为他们失去了寄托哀思的具体场所 理解与尊重,是解决的关键 生命从自然中来,最终也应回到自然中去 咱可以选择生态葬,比如植树葬,既环保又赋予生命新的意义 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观点五,不要烧纸钱,不必祭拜,心中有爱,胜过千言万语 真正的怀念,不是形式上的供奉,而是心底那份永远的挂念 咱不在意那些外在的仪式,只希望家人朋友过得好 带着咱的祝福继续前行 放弃传统习俗,有助于倡导文明祭扫 但也可能让一些亲友难以接受 情感的表达方式多样,关键是那份情意,而不是形式 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记住他他的笑容,他他的好 在心底默默想念,偶尔翻看就照片,说说心里话 这样的祭奠,最是深情 结语,活一场,爱一场,冷无牵挂 老了,咱就要活出那份通透和豁达,不给生活设限,也不给死亡设矿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活出了多少宽度和深度 当咱离开这个世界,能留下的是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对亲人的关怀,以及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人一旦老了,更要活得明白,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什么念想都不用留 只留下一片清风明月,和人间最美好的记忆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 年轻的时候,咱们总是经历充沛 觉得前方的路没有尽头,有着使不完的劲 可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慢慢变老了 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下感慨,您瞧瞧周围 那些曾经一起玩耍,一起奋斗的伙伴们 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这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啊 灵妖,身体机能下降,要省着用 为啥这么说呢? 您想想,年轻的时候 跑个几公里,那都不是事 熬个夜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 可现在呢?稍微活动量大点,就气喘吁吁,浑身酸痛 这是因为咱们的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下降 能让咱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莽撞 做事能多考虑考虑后果 比如说,不会为了争一时之气 去和别人拼酒,伤害自己的身体 可也有不好的地方 这会让咱们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很多自由 不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像以前喜欢爬山,现在爬两步就得歇一歇 心里难免会失落 身体机能下降是自然规律,咱得接受它 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 既能保证身体健康,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 比如,把剧烈的运动换成散步,打太极 一样能锻炼身体 02,精力有限,得悠着点 为啥说精力有限了呢? 年轻那会,一天能干好几件大事,还不觉得累 现在呢,忙活一会儿就觉得累得慌 脑子也转不动了 好处是,正能让咱们学会取舍 不再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专注于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会错过一些机会 因为精力不够,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 咱们得认清自己的精力状况 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刀刃上 比如,别再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操心 把精力放在和家人相处 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03. 心态要平和,别逞强 为啥心态的平和呢? 老了老了,经历的是多了 就该明白,很多事情不是争强好胜就能解决的 心态平和了,不容易生气,对身体好 而且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 不会轻易被困难打倒 不好的地方可能就是,会被人觉得没了冲劲 少了年轻时的那股子热血 但咱得公平地说,心态平和不代表放弃追求 只是换了一种更智慧的方式去生活 不强求,不执拗,顺其自然,也是一种境界 04. 消费要理性,不能大手大脚 老了之后,收入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 得为以后的生活多做打算 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让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心里踏实 虽然会让生活少了一些乐趣 有时候想买点喜欢的东西,也得犹豫再三 不过,理性消费不是不消费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支出 该花的钱不能省,比如保养身体和朋友聚会 但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乱花钱 05. 情感付出要适度,别太累着自己 人老了,情感更细腻,但也更容易受伤 对子女,对朋友付出太多情感 有时候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会让自己心里难受 适度的情感付出能让人际关系更和谐 自己也能感受到温暖 不好的地方就是,万一付出的情感被辜负 那种失落感会更强烈 咱们要有爱他人的能力,也要懂得爱自己 在付出情感的时候,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留一点空间给自己 这样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 总之,人老了,要省着点用自己 这不是说让咱们放弃生活 而是要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用一种更智慧,更平和的方式度过晚年 不服老不行,但服老也不丢人 只要咱们能过得舒心、快乐 这比啥都重要 人老了,要是还有这些抠门习性 说白了就是活得不够通透 都说老马食徒 人一上年纪,经历的事多了去了 按理说应该越活越明白 可有些老哥老姐们,岁数一大把 身上还带着些抠门的习惯 这就得说到说到了 忽视健康,怕茶体花钱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道理谁都懂 可真到了自己头上 不少人就开始打退糖骨 一听说体检要花钱 就心里犯嘀咕 万一查出点啥,不还得治 那不是更费钱 这想法,乍一听似乎是在省钱 其实是在给自己买雷 健康是自己的 早发现早治疗 小动不补,大动吃苦 钱花在刀刃上 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值 要知道 疾病往往悄无声息 及早发现 才能及时治疗 正如古语所言 防患于未然 钱没了可以再挣 健康若是垮了 那才是真的得不偿失 固执于过去 东西凑合用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节俭是美德 但过分了 就成了负担 比如说 那块用了十多年的砧板 早就发霉了 还在用 这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它不仅仅是个物件 更是健康的隐患 霉菌滋生 潜藏着看不见的危险 一不小心 并从口入 事实更新 不仅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家人的爱 毕竟 生活品质的提升 有时候 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 害怕新事物 拒绝进步 不怕慢 就怕战 这世道变化快 新鲜玩意儿层出不穷 有些老人一看见智能机 网络支付就摇头 生怕被骗 诚然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但一味地拒绝 就等于把自己关在了时代的门外 这不仅让他们与时代脱节 更是失去了探索世界的乐趣 小心谨慎是必要的 但一味逃避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边缘化 不妨试着跨出舒适区 学学新技能 你会发现 原来生活可以如此便捷多彩 过度勤俭 坏了身子 勤俭持家是美德 可省过了头 连健康都不顾 那就得不偿失了 剩菜剩饭 尤其是过期食品 吃坏了肚子 医药费可比剩菜剩饭贵多了 咱得算算这笔账 到底是省下的几块钱划算 还是健康的身体更值 咱得明白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身体硬朗 才能享受生活 合理消费 健康饮食 才是真正的智慧 记住 身体是自己的 善待它 它才会陪你走得更远 怨天怨地 感恩之心 渐行渐远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人老了 经历多了 难免会有不满和遗憾 容易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 对未来的事忧虑重重 忘了感恩当下 其实 生活中的每一份酸甜苦辣 都是生命的馈赠 学会感恩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确幸 都能让心灵得到滋养 别让抱怨占据了心灵的空间 感恩的心 能让生活充满阳光 正如有人所言 心随静转是凡夫 静随心转是圣贤 老了更应转变心态 生活处处皆风景 死将 听不尽别人的话 年纪越大 越容易固守己见 听不尽别人的建议 殊不知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 多听不同意见 或许能发现新的天地 有些老顽固 总觉得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不会错 但时代在变 观念也在变 闭目色听 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 家人的关心 朋友的建议 或许不全对 但总有一份真诚在理念 毕竟三人行 必有我施烟 舍不得花钱 却忘了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赤条条来 赤条条去 这是人生的真谛 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钱 到了晚年 该享受就要享受 舍不得给孩子 孙子花 舍不得出去旅游 甚至舍不得改善生活 这样的日子过得未免太憋屈 想想 那些积攒下来的钱 如果不用来提升生活质量 给家人带来快乐 那他们的意义何在 记住 人走了 钱留着没用 人活着 开心最重要 结语 人这一辈子 就像一场修行 老了更是修行的关键阶段 放下那些穷习惯 不是让你挥霍无度 而是要你活出自我 活出质量 岁月可以带走青春 但带不走对生活的热爱 让我们带着一颗豁达的心 拥抱每一个明天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晚年 别忘了 活明白 才是晚年最好的状态 人一旦老了 莫清言问候 你的温暖 依旧宝贵 岁月悠悠 转眼间 我们从青春的激流涌进 慢慢驶入了人生的静谧港湾 年岁渐长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人老了 别随便跟人打招呼 你的热情或许已不再被看中 这话听起来凉薄 却也透着几分无奈和现实 但真的如此吗 为什么说老去的问候可能显得廉价 这背后其实是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一种误解 人们常以为随着年龄增长 人的影响力 社会地位会逐渐下降 于是连带着认为老人的言行也不再重要 可事实是 每一次真诚的问候 都是心灵间温暖的传递 无关年龄 只关乎情 正如那句老话 理清情义重 真正的价值 在于那份愿意连接的心意 年长者的问候 往往蕴含着岁月沉淀的智慧 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他们的一生你好 可能不仅仅是日常寒暄 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 岁月让他们学会了倾听 懂得了体谅 这样的问候 何其珍贵 在快速消费情感的现代社会 这样沉稳而温暖的交流 岂能说是不值钱 人到晚年 孤独感时常悄然而至 如果我们因为担心不被重视 而吝啬于问候 岂不是亲手筑起了隔离的高墙 主动的问候 哪怕简单一句 今天天气不错 都可能是打破寂寞 寻找共鸣的开始 在孤独面前 每一个愿意伸出手的瞬间 都是对生活热爱的证明 老去并不意味着要盲目讨好他人 我们的问候 应当基于自尊与对他人的尊重 在社交中保持适度的谦逊 既不卑微也不傲慢 让每一次的交流 都充满真诚与平等 这样的心态 让我们的问候更加得体 即使外界环境如何变迁 内心的富足与宁静始终不减 在人际交往中 老年人的每一次善意表达 都是对年轻一代无声的教导 通过自己的行为 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礼貌 什么是尊重 什么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在这个过程中 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并未减弱 反而更加重要 他们的每一声问候 都是在播种爱与理解的种子 要明白 无论年龄几何 生命的本质在于相互关联 与温暖传递 不要因为外界的偏见 就放弃自己给予和接受温暖的权利 人一旦老了 不是不能轻易跟别人打招呼 而是要更加珍惜 每一次表达善意的机会 因为这不仅是对别人的温柔 更是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肯定 岁月悠悠 人生如歌 在变老的路上 让我们不忘初心 继续以温暖的问候点亮彼此的生活 记住 你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句问好 都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光亮 人老了 问候不仅不贬值 反而因岁月的魔力 而更加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人这一辈子啊 就像一场旅行 年轻的时候 咱们风风火火 一路奔跑 总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可岁月不饶人啊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老年 老了 很多事就由不得咱自己了 有人说 人一旦老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其他的都无能为力 这话听起来有点无奈 可仔细琢磨 还真是那么个礼 零妖 攒点养老钱 心里不慌 为啥说老了 要攒点养老钱呢 很简单 没钱寸步难行啊 年纪大了 身体容易出毛病 看病吃药得花钱 想吃点好的 补补身子 也得花钱 要是手头没钱 心里能不慌吗 有了养老钱 好处那是明摆着的 生病了 能及时治疗 不用为了省钱拖着 想吃啥想穿啥 也不用跟子女伸手 自己就能满足 而且逢年过节 还能给孙子孙女 包个大红包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光攒钱 也有不好的地方 要是一门心思攒钱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人生还有啥乐趣 再说了 钱这东西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攒太多了也没用 所以啊 咱们得在攒钱 和享受生活之间 找个平衡 该攒的攒 该花的花 别亏待了自己 也别给子女添太多负担 就像老话说的 吃不穷 穿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咱得算计着过日子 但也不能过得太抠缩 02 身体机能的衰退 是不可避免的 为啥说身体机能衰退 不可避免呢 这人呢 就像一台机器 用久了 零件总会磨损 年轻的时候 咱们精力旺盛 跑啊跳啊 都不在话下 可随着年龄增长 器官老化 体力下降 这是自然规律 身体机能衰退 带来的影响可不小 行动变得迟缓 以前轻松能做到的事 现在得费好大劲 记忆力也不如从前 容易忘事 这让咱们的生活 变得不那么方便 不过 这也不完全是坏事 身体不好了 咱们就会更加珍惜健康的时光 也会更注重保养 而且 因为行动不变 反而能静下心来 思考一些 以前没时间思考的问题 咱得坦然面对身体的变化 不能因为老了 就自怨自艺 该锻炼还得锻炼 该休息就休息 就像那句话说的 岁月不饶人 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咱们要在有限的条件下 尽量让自己过得舒服 自在 03 对未来的不确定 感到恐惧 为啥会对未来感到恐惧呢 老了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啥 子女能不能孝顺 自己的身体 还能不能撑得住 这些都是未知数 对未来感到恐惧 会让人心里没底 整天提心吊胆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有点恐惧也不是坏事 能让咱们提前做好准备 未雨绸缪 其实啊 未来咋样 谁也说不准 咱们不能因为害怕 就不敢往前走 该来的总会来 与其担惊受怕 不如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就像有句话说的 昨天已经过去 明天还未到来 今天才是最珍贵的 04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 谁也逃不掉 为啥说 死亡是必然的呢 从古至今 没有谁能长生不老 这是生命的规律 谁也改变不了 面对死亡 有人害怕 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太可怕 可也有人觉得 这是一种解脱 一辈子的辛苦劳累都结束了 咱们得正式死亡 活着的时候 好好活 珍惜每一天 到了该走的时候 也能坦然面对 不留遗憾 就像庄子说的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生死是相互依存的 不必过于恐惧 05 结语 人老了 这是生命的一个阶段 攒点养老前 让心里踏实 接受身体的衰退 保持平和心态 克服对未来的恐惧 珍惜当下 正式死亡 活得坦然 咱们虽然很多事 无能为力 但能做的 就是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 不是混日子 而是用心去感受 生活的点滴 和家人朋友多相处 做自己喜欢的事 哪怕只是晒晒太阳 听听鸟叫 也是一种幸福 老了并不可怕 只要咱们心态好 照样能活出精彩 都能在晚年时光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 那份宁静和快乐 开头 黄金屋里的夕阳红 钱不是万能的 没钱 却是万万不能 这话听起来俗 却倒出了生活的真相 但人到了夕阳红的年纪 这万能的钱 似乎也该退居二线了 像当年 咱们披了半辈子 不就是为了老了 能想想轻浮吗 大家品一品 退休后 有了退休金的日子 如何轻轻松松 不为金钱所累 活出自己的精彩 隐言 金窝银窝 不如自家草窝的温馨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这话听多了 耳朵都要起茧子 可您想过没有 退休后的生活 真的还需要那么多钱吗 知足常乐这四个字 或许才是咱们老年人的 座右铭 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 知足又快乐呢 咱们这就来盘一盘 观点一 粗茶淡饭饱平安 健康胜过金山银山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心补 退休了 与其天天大鱼大肉 倒不如回归清淡 几碟小菜 一碗青粥 既养胃又养生 这不仅省了银子 还减少了高血压 糖尿病的风险 你说值不值 健康这事 可是再多钱也换不来的 观点二 下棋跳舞 快乐无需昂贵入场圈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但快乐却从不问家 公园里下棋 广场上跳舞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活动 却是咱们退休生活的调味剂 无需花费分毫 却能收获友谊 锻炼身体 还能让心情像花一样绽放 这样的日子 哪里去找 观点三 小酌移情 适可而止 烟酒不分家 带上了年纪 还是得悠着点 偶尔来点小烟小酒 全当生活的小小情趣 花不了几个钱 却能让日子增添几分色彩 不过 这度得把握好 健康第一 切莫让小酌变成好饮 移情变伤身 观点四 小病不慌 大病有靠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退休了 更要懂得保养 小感冒 小咳嗽 家里被点常用药 花不了多少钱 万一遇到大病 有医保给咱们撑腰 当然了 心态也得摆正 重病面前 咱得看开点 毕竟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观点五 身后是减半 留下一片绿意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话操理不操 人走了 留下的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对这世界的美好记忆 现在流行植树葬 既环保又节约 花不了多少钱 还能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绿因 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结语 夕阳无限好 何惧近黄昏 人这一辈子 到最后 图的就是个心安理得 快快乐乐 退休了 别让钱成为幸福的绊脚石 健康 快乐 知足 这些才是咱们的无价之宝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何不把心放宽 让晚年生活如师如画 活出真正的自我 夕阳无限好 哪怕近黄昏 咱们也要笑得最灿烂 活得最自在 岁月如梭 转眼间 我们这批曾为社会建设挥洒汗水的人 也迎来了退休的年纪 本以为退休是安享晚年的开始 却没想到 养老的真相 比年轻时的想象要残酷得多 引言 退休 曾是无数人期待的黄金时代 以为可以卸下重担 悠然自得 然而 当真正踏入这个阶段 许多人发现 现实与梦想 有着不小的差距 钱包不再饱满 身体不再健壮 曾经熟悉的家庭和社会角色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养老的路 原来并非想象中的那般平坦 观点一 钱包 从古到别的落差 还得去赚 退休意味着固定收入大幅减少 而生活开销 往往并未随之降低 医疗 保健 休闲娱乐等需求 反而可能增加 不少老人发现 原本以为足够养老的积蓄 却在物价上涨 医疗费用攀升面前 显得捉襟见肘 于是 有的人不得不在退休后 重新寻找工作 哪怕是兼职 以补充家用 这种从经济上的充裕 到拮据的落差 让人倍感压力 观点二 退休生活 有时比上班更累 你以为退休了 就能彻底放松 非也 有的老人退休后 反而比上班时更忙碌 有的是自愿 有的则是无奈 自愿的 可能是找到了新的兴趣爱好 忙得不亦乐乎 无奈的 则是因为家庭需要 比如帮忙带孙辈 从早到晚 比上班族还忙 这种类 更多的是心累 身体也难以承受 观点三 病痛与孤独 老年生活的两大挑战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逐渐衰退 各种慢性病接种而来 去医院成了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 老伴 老友的相继离世 使得孤独感油然而生 没有了工作环境的社交 如何排解孤独 成为老年人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观点四 价值感的丧失 退休后的大考验 在职场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职责 这种身份感和价值感 让人感到被需要 退休后 这种身份的突然消失 让许多人感到空虚和迷茫 如何在新的生活中 找到自我价值 重建生活的意义 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心理调试任务 观点五 家庭 不再是以前的模样 子女长大成人 各自成家立业 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从前的热闹和亲密 可能被距离和代沟所取代 老年人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学会独立 同时也需要学会 与子女保持适当的距离和沟通 维护家庭的和谐 观点六 身体 不再是当年的铁打金刚 年轻时 熬夜加班不在话下 现在却连稍微剧烈点的运动 都感到力不从心 健康成了头等大事 饮食 锻炼 作息 都需要精心安排 保持身体的健康 是享受晚年生活的前提 也是对家人负责的表现 观点七 如何养老 要有自己的方案 面对养老的种种挑战 最忌讳的就是随大流 或是完全依赖子女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 每位老人的需求也不一样 提前规划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养老方案 无论是选择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还是机构养老 都要结合自身健康状况 经济能力 兴趣爱好 综合考虑 确保晚年生活既有质量 又不失尊严 结语 退休生活 是一场全新的旅程 既有挑战 也有机遇 面对养老的残忍真相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消极逃避 而是积极面对 调整心态 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 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同时 社会也会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让老年人能够优雅 从容地度过晚年 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人这一辈子 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 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是风风火火 满心期待地追逐着梦想 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奔波忙碌 把每一个小挫折 都看成天大的困难 把每一个小成就 都当作人生的巅峰 然而 当岁月的车轮无情地转动 当我们的头发渐渐变白 脸上刻满了皱纹 我们才会恍然发现 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 放不下的事 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人一旦老了 心态也就变了 天大的事 只要顺其自然 就会发现 也不过如此 灵妖 得失 为什么我们总是 对得失看得那么重 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总觉得得到了就是成功 失去了就是失败 我们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 比如财富 地位 名誉 甚至是一段感情 我们拼命地去抓住 去争取 生怕一不小心 就失去了一切 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想想 人生本就是一场 有得有失的旅程 如果我们一直紧紧抓住 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 就会错过眼前的美好 就像手里握着一把沙子 握得越紧 流失得越快 所以当我们老了 回首往事 就会明白得失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得到的时候 不必过于骄傲 失去的时候 也不必过于悲伤 顺其自然 让一切随风而去 我们才能拥有一颗平和的心 去享受人生的后半程 比如说 年轻的时候 可能为了生殖加薪 没日没夜的工作 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可到老了才发现 那些错过的亲子时光 夫妻之间的温馨时刻 才是最珍贵的 而那些所谓的功名利禄 不过是过眼云烟 02 遗憾 为什么我们总是被遗憾所困扰 因为我们总是在想 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 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 如果当初勇敢一些 也许现在的生活会不一样 我们沉浸在过去的遗憾中 无法自拔 让自己陷入痛苦和自责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过去的已经过去 无论我们怎么后悔 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老了 就应该学会放下遗憾 不要让过去的错误和遗憾 成为我们心中的负担 我们要相信 每一段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 哪怕是那些充满遗憾的经历 03.疾病 为什么一提到疾病 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和不安 因为疾病意味着痛苦 意味着失去健康和自由 意味着我们可能 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 如果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 面对疾病 积极地配合治疗 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那么疾病也许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 所以当我们老了 身体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 这时候 顺其自然不是放弃治疗 而是在积极应对的同时 不过分焦虑 如果不幸患上了重病 我们也要相信 生命的顽强和奇迹 就像有些老人 虽然身患重病 但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每天都开开心心地 结果病情反而得到了控制 和好转 零四 离别 为什么离别总是让人感到痛苦和伤感 因为离别意味着与亲人 朋友的分离 意味着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 和温暖的陪伴即将消失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人生就像一场聚会 有相聚就有离别 每个人都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没有人能永远陪在我们身边 所以当我们老了 经历了无数次的离别之后 就会更加坦然地面对 我们会珍惜相聚的时光 在离别时也能送上真诚的祝福 比如当身边的老友一个个离去 我们会感慨生命的无常 但也会欣慰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人老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 看过了世间百态 我们明白了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没有放不下的事 得失 遗憾 疾病 离别 这些曾经让我们痛苦不堪的事情 在岁月的洗礼下 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只要我们顺其自然 以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就会发现 天大的事 也不过如此 岁月如歌 转眼已是丧于婉景 咱们这一代 经历了风风雨雨 到了这个年纪 该学会的是 如何优雅的老去 活明白 不是对生活的妥协 更是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如何在夕阳红的时光里 活出自己的那份从容与豁达 一 黄昏恋 为何要慎思 爱 从不是年龄的囚徒 不否认黄昏恋的美好 它像一抹夕阳温暖人心 但正如红楼梦中的敬礼恩情 更耐看梦里功名 情感背后藏着诸多现实考量 情感的波动 可能影响健康 家庭关系也可能因此复杂 不是说不行 而是要细细思量 权衡利弊 确保这份爱是给生活锦上添花 而非添乱 二 钱乃深外物 别做守财奴 金钱买不到幸福 却能买到选择的自由 钱是生活的必须 但过度囤积 只会变成负担 咱们得学会适时享受 用金钱创造更多 与家人朋友共享的快乐时光 那才是真正的财富 三 保健品 是灵丹还是陷阱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心补 市面上保健品琳琅满目 承诺多多 但真实效果往往不尽人意 与其盲目依赖 不如均衡饮食 积极锻炼 保持乐观心态 记住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四 身后事 提前规划的智慧 未雨绸缪 方能处遍不惊 生老病死 自然规律 提前规划好身后事 看似不吉利 实则是对家人的负责 如同论语所言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 一则以聚 咱们给子女留下的是安宁 而非纷扰 五 与子女同住 距离产生美 家和外事兴 不远不近最相宜 与子女保持适当的距离 既能享受天伦之乐 又能避免日常摩擦 家有儿女里那种和睦 又独立的家庭模式 值得借鉴 彼此尊重 相互支持 让爱在空间中生长 六 生死看淡 活得豁达 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泰克尔的诗 道出了生命的真谛 咱这一辈子 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最后要学会看淡生死 活着的时候珍惜每一刻 到了告别的时候 也要走得从容 生死轮回 自然规律 咱们就该像四季更替那样 安然接受 结语 人这一辈子 就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放下的过程 老了 更该懂得 活明白 就是活出自我 活出一份洒脱 这些道理不是让人逃避生活 而是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拥抱生活 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人这一辈子啊 风风雨雨几十年 年轻的时候 忙忙碌碌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拼命地挣钱 存钱 可等到老了 才发现 这钱啊 存着存着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老了 时间越来越少 享受生活的机会 也越来越有限 如果一直紧巴巴地 守着那点存款 不敢吃 不敢穿 不敢玩 那这辈子过得多憋屈啊 所以啊 老了就得活得通透点 别把钱看得太重 零腰 健康 人老了 健康可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身体不像年轻时 那么硬朗了 有点头疼脑热的 就得赶紧治 要是为了省钱 小病拖成大病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因为治病这事 越拖越严重 花的钱更多 自己还遭罪 如果生病了 还舍不得花钱 总想着扛过去 那万一病情加重了 不仅自己难受 还可能给子女添麻烦 所以啊 该花在健康上的钱 一定不能省 比如说 定期去做个体检 有个小毛病 及时调理 买些适合自己的保健品 增强一下体质 别总觉得 这些是浪费钱 身体好了 才能好好享受 晚年生活不适 02 兴趣爱好 老了 也得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 能让生活更有滋味 日子过得更开心 因为人活着 不能只是吃了 睡睡了吃 得有点精神上的追求 如果总是闷在家里 啥也不干 那得多无聊啊 所以得给自己找点乐子 比如说 喜欢书法的 买些好的笔墨纸砚 好好练练字 喜欢跳舞的 抱个舞蹈班 和朋友们一起跳跳舞 喜欢旅游的 别心疼钱 出去走走看看 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些花费 都是值得的 03 亲情 亲情在咱们老年人的生活中 那可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子女们忙工作 忙生活 能陪咱们的时间有限 咱们得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因为亲情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如果为了存钱 对子女抠抠嗦嗦 甚至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也不肯伸出援手 那很可能会伤了他们的心 影响亲情 所以啊 在亲情上该花的钱 别犹豫 比如说 孙辈们过生日 给个红包 买个礼物 子女们经济上有困难 能帮就帮一把 这样 一家人其乐融融 多好 04 社交 人老了 也不能脱离社交 为什么呢 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 能互相倾诉 互相照顾 心情也会好很多 因为人是群居动物 需要交流和陪伴 如果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不跟朋友们来往 那会越来越孤独的 所以得花点钱 和朋友们聚聚 比如说 大家一起去喝喝茶 吃个饭 唱唱歌 别觉得这是浪费钱 这些钱花出去 换来的是快乐和温暖 05 享受当下 老了就得学会享受当下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日子 谁也说不准 说不定哪天就走不动了 因为人生短暂 别总想着以后 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如果现在不享受 等以后想享受 也享受不了了 所以要抓住现在的时光 好好对自己 比如说 买件喜欢的衣服 别管贵不贵 吃顿好吃的 别心疼钱 趁着还能走得动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别给自己留遗憾 人这一辈子 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到老了 真得想开点 存钱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为了存钱 而委屈了自己 该花的钱就得花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 丰富多彩 开开心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钱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因为我们要珍惜 这有限的时光 让自己的晚年 不留遗憾 如果一直守着钱 不舍得花 那等走的那天 留下一堆钱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 老了 要活得通透 尽情享受生活 引言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但黄昏亦有其独特的温柔 岁月如梭 转眼间 我们已步入人生的秋末 或许会有些许不舍 些许遗憾 但正如那句老话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在这趟旅行的尾声 与其被过往的重负压弯了腰 不如学着活得通透一些 让心灵轻装上阵 享受生命的最后一抹余晖 观点一 放下执念 活在当下 过去的让它过去 未来的不必强求 我们这一生 多少次被如果当初和将来怎样困住 其实 最该珍惜的是现在如何 活在当下 是一种智慧 是对生命的尊重 放下 能让心灵获得解脱 享受眼前的每一刻美好 但同时也可能被误解为 缺乏进取心 中庸之道在于 既要懂得释怀 也要不失生活的热情 生活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不妨慢下来 细细品味 过去的 就让它成为故事 未来的 留给明天去书写 把握今天 就是最好的安排 观点二 珍惜眼前人 莫待无花空折之 人老了 才越发明白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 那些与我们共度时光的人 心情 友情 爱情 都是值得用心呵护的宝贵财富 珍惜眼前人 能够增进情感的深度 让生活充满温情 然而 过分依赖他人的情感支持 也可能导致 个人情感的脆弱 平衡 是关键 在爱与被爱中找到平衡 既能享受陪伴的温暖 也能在独处时自得其乐 爱 是给予 也是收获 让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都洒满阳光 观点三 健康为本 养生及养心 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资本 没有了健康 一切都将是空谈 养生不只是身体上的调养 更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注重健康 无疑能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生命长度 但过于拘泥于养生之道 也可能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适度养生 享受生活 方为上策 平衡饮食 适量运动 心态平和 这些简单的养生法则 不仅让身体硬朗 也让心灵愉悦 健康地活着 就是最好的福气 观点四 简单生活 知足常乐 老年生活的精髓 在于煽烦就减 减少不必要的欲望和物质追求 让心灵回归本真 享受那份简单和平静 简单生活 有助于心灵的宁静 但过度简化 可能会错失一些生活的色彩和体验 恰到好处地把握简单与丰富的界限 才能活出精彩 知足常乐 并非安于现状 而是对现有的一切感到满意 同时又保持着对生活的好奇和热爱 简而不漏 大而不凡 是生活的艺术 观点五 留下精神遗产 而非物质牵挂 人走茶凉 是自然规律 但精神的传承 却能跨越时空 影响深远 我们的经验和智慧 是我们能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遗产 精神遗产能激励后人 传递正能量 但若过于强调 也可能忽略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平衡物质与精神的传承 让爱与智慧并行 无论是书信 日记 还是口述历史 让我们的故事 信念成为后人的灯塔 在生命的尽头 能有这份从容和宽广 便是真正的通透 结语 人生如梦 一尊环泪将月 老去的日子 不妨活得更通透些 看淡名利 放下挂爱 享受生活的每一份简单和平凡 当我们最终踏上归途 心中无憾 灵魂得以自由飞翔 人生这场盛宴 最后的菜肴 应是最纯粹的快乐与宁静 如此 即便一了百了 那也是生命最圆满的据点 人这一辈子 风风雨雨几十年 年轻的时候 忙忙碌碌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拼命挣钱存钱 可到老了 有的人突然发现 这钱存着存着 好像也没派上多大用场 可有的人对于钱的事 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本账 零妖 应对突发状况 积蓄是保障 为啥说老了要有些积蓄 心里才踏实呢 您想想 这人吃五股杂粮 哪能没个头疼脑热的 万一突然生个大病 要是没钱 那得多着急上火呀 就像俗话说的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有积蓄的好处 那可不少 能让咱及时治病 不用担心给子女添麻烦 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 可能因为光想着存钱 平时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咱们得中立地看 存点钱应对突发状况 是必要的 但也别为了存钱 过度节俭 该吃的营养得吃 该用的东西也得用 比如说身体有点小毛病 别拖着 该去医院检查就去 别为了省钱 把小病拖成大病 02 给予子女支持 尽一份心意 咱们当父母的 总是想为子女多做点啥 孩子买房 创业啥的 要是咱们有点积蓄 能帮衬一把 心里也舒坦 有积蓄能在关键时刻 帮子女渡过难关 这让家庭关系更和睦 可也有弊端 万一子女养成依赖的习惯 也不是好事 咱得客观看待 帮子女要适度 不能毫无底线地 把自己的老本都掏出去 03 维持生活品质 安享晚年 老了也得讲究生活品质 不能太委屈自己 有点积蓄 能让咱们住得舒服点 吃点好的 穿点暖的 有积蓄能保证生活的舒适和安逸 可要是太追求物质享受 也容易迷失自我 咱们得平衡好 该享受的享受 但不能铺张浪费 比如 偶尔和老伴出去旅旅游 放松放松心情 这钱花的值 但也不能盲目跟风 买一些不实用的东西 04 实现未尽梦想 不留遗憾 咱们这一辈子 可能有很多 想做但没做的事 老了有积蓄 就有机会去实现那些曾经的梦想 能实现梦想 让人生更圆满 可要是为了实现梦想 不顾一切的花钱 也可能影响生活的稳定 咱们得理性抉择 比如说 一直想去学个乐器 那就去报个班 满足一下自己 但要是梦想太不切实际 超出了自己的经济能力 就得重新考虑考虑 05 满足精神需求 丰富内心世界 老了老了 精神生活也不能空虚 要是光存钱 不花钱去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日子过得多无聊 比如学学书法 画画 或者听听音乐会 花钱满足精神需求 好处是让咱心情愉悦 生活有滋有味 但可能也有人觉得 这是浪费钱 咱们得公平地说 精神上的满足 是钱买不来的 花点钱 能让咱的晚年生活 更有意义 何乐而不为呢 步入老年 拥有一定的积蓄 确实能带来安心 至于花费的多少 我们应顺其自然 不必过分纠结 该花的时候别吝啬 不该花的时候 也别浪费 让咱们的晚年生活 过得自在 舒心 不给自己留遗憾 总之 咱们要把握好这个度 让钱为咱们的 幸福晚年服务 大家说 是不是这个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